这两兄弟因为看是屏不点赞被抓了 老大关进了大盒子 老二关进了小盒子 两个盒子是由100层纸板做的墙体 非常坚固 如夸说 想要获得自由其实也不难 要么娶我 要么完成挑战自己走出来 两兄弟都宁死不屈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接受挑战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选择呢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能打出来我就把手机吃了 老大先用拳头尝试了一下纸板的厚度 可是纸板实在是太硬了 感觉手都要断了 坦教升格这屏幕都觉得疼 看样子赤手空拳根本是逃不出去 要求如花给他们一把工具 如花看他们太艰难了 从地上捡起了一堆锯子 老大得到一把大锯子 老二得到一把小锯子 老大是个小机灵鬼 把锯子当成锤子使用 猛烈去砸纸墙 可结果发现没什么效果 抱怨这墙壁比想象中难得多了 便开始老老实实用锯子锯纸板 他先是划了一个洞口 随后就干掉三层纸板 加油吧兄弟 这后面还有90多层了 老二这边的情况就比较糟糕 目前连一层纸板都没有割下来 主要因为空间太小了 动作根本施展不开 老二只能求助如花 希望得到更厉害的工具 拿到斧头的老二顿时变得很有气势 不断用力挥砍 纸板被砍出了一道缝隙 果然斧头对纸板的伤害更大 再看看老大这边 斧头有如神柱 对着洞口猛砸 照这样的速度 老大会是第一个逃出来的人吗 老二那边有斧头帮助 总算有了一些进展 纸箱被他扒拉出一大块 他细数了一下 有五层的硬纸板 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老大此时已经累坏了 长时间的挥砍 体力上逐渐跟不上了 肌肉也变得酸疼 紧接着如花拿来的新工具 两把大小不一的剪刀 老二对此很不高兴 这玩意剪个花花草草都很费劲 老大也对这把工具十分不满意 使用起来 也只能剪掉一些边缘的凸刺 显然这东西不太好用 来到老二这边 他的小剪刀根本剪不动纸箱 于是他改变策略 用剪刀去戳纸板 中途剪刀还卡在上面 气得老二直接扔掉了小剪刀 直接上手扒开纸箱 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 纸板墙依然还剩八十多层 如此厚度的纸箱 他们还得花多久的时间逃出去呢 此时 如花又出现了 给两人送上了大小不一的雷神锤 老大拿着都挺费劲的 更何况要对这墙体猛砸 而老二这边乐开了花 小锤子对他很有用 通过敲击 纸板也一层层的脱落 再看看老大这边 一看平时就是不爱健身 关键时候挥不动雷神之锤 锤子被卡在纸板里拔不出来 他向如花借了一副手套 拔出锤子继续砸 老二这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手臂肌肉特别酸痛 真是太不容易了 如花看着两边的进展都很不错 于是 宣布冷兵器的时代结束了 拿出终极工具出来 两人也即将奋出胜负 可以说电锯的使用 让两人喘口气了 休息一会了 老实说 用电锯切开纸板算是最好的办法 老二的电锯就比较迷你 但效果还是不错的 切纸板就像是切苹果一样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老大已经快要出来了 外面的如花发现 老大纸板上的电锯 看来老大离成功应该不远的 老大用拳头打掉最后一块纸板 不过这个洞口有点小 他根本钻不出来 现在需要将洞口扩大 此时夜幕降临 那边老二依然还在苦苦地钻墙呢 老大已经顺利地逃出了洞口 从里面钻了出来 通过了挑战 成为这场挑战的获胜者 所以被无罪释放 而老二宁死不从 将被终身监禁